他们想透过罢免的部分 然后来改变现在 立法院里面的国会结构 其实我觉得感觉就是一个 很输不起的一个状态 因为坦白说民主政治 它就是四年给你去做一个检视 那四年当中你去努力去表现 然后四年之后再来做个检视 那现在如果说你输了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推罢免 这个状态以后是 可以一直持续往下走 现在不是只有2024发生 2026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2028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 我们本来是四年选一次局 以后就变成每年都在选举 对每年都在选举 然后一次选举 然后一次罢免 一次选举一次罢免 那这样子不是台湾就真的是 永无宁日了吗 即使我自己在这个名单当中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 不是只考虑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以罢免这状态来讲 我真的觉得其实是有一些的问题 是需要去被调整跟 去被做更多的一个沟通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民进党 当然这一次基隆罢免 却是伤得蛮重的 可是他的问题点在于 上面跟下面的意志有点脱节 这在在显示我们赖清德 难怪被人家牺牲叫清德忠 我说德忠真的是个暴君 因为暴君是什么概念 暴君就是为我独尊 你下面怎么想到你的事 你办事不利就下课 林又昌会不会为了这个 罢免失败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他其实已经在付了 只是说他最后这一张皮 就是他的民进党的秘书长 这个位置能不能台里有足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许志杰敢在这时候出来讲 就没有要卖林又昌面子 所以林又昌讲了说 非常态比大选还困难 不要谈透过罢免来增加国益 其实这角度很不健康 就他投降了 可是许志杰就是新潮流 这时候跳出来 代表说赖清德的指标还是很硬 赖清德的指标还是很硬 赖清德的这个想法很清楚 他还是想凹开 你看现在民进党 看起来有一点想退让 这个所谓的总预算案 这个工粮补助 工粮收购 健保点资 还有原住民进法补偿 这三个他们还在那边说 这违宪啊什么什么 但是又愿意说进入到去谈 那就代表说 其实就实际面的时候 你就打不赢嘛 就像是大雄很生气 每次都气胖虎 气得要死 我一定要 胖虎我一定要逃回来 如果没有哆啦A梦的话 他逃什么逃 他就再被胖咒一顿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会去517的时候 对吧 他们想打 就最后国民党现在年轻委员很多 对 全怕哨壮 被证实一下 但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他们现在一直想要搞 推动罢免 可是又没办法成功 这个策略会很混乱 你这样子会让自己的底气越越不够 那到最后 其实可能国会的全面对抗 你反而给了在野党一个全面对抗的理由 即便在野党不提罢免 对抗回去 可是我可以在很多的议案跟 比如省预算 或者很多法案上面 我不用跟你那么客气 对啊 因为你每次都想要打人 打一打打不赢才过来说 哎呀来吃和解饭 然后每次都拿韩国瑜来请勒大家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韩国瑜人之意见的嘛 就说那 所以比如说第二个和解饭 我应该是昨天吧 反正吴春城 前天反正吴春城 他现在副总你知道 是 他只是说有什么好吃的 对对对 谁要跟他吃啊 没有那我好像那个黄文餐去都没吃 对啊 都没动 不想吃啊 都没动 没意思啊 你又要打人 你又要叫人家跟你好 哪有这种事 是是是 对所以这边来请教一下政歌 就是说 现在民进党这样全面开战的话 对你来讲 你当然压力是比较大 要不要强化一下 就是所谓的罢免门槛 比如说25%加1 因为我看徐晓星有谈到说 徐宇珍有提案 只是目前送进委员会的版本里面 在恶毒这一块 还是以要身份证要附上 当然这合理啦 那至于加1的话 因为我觉得政歌更有 当然你不是在委员会的 但是其实你讲更有 职地有声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 就是加 就算加1的对你影响 也没有那么明显 反而是保障了整个 民主政治运行的一个部分 是我觉得是像 徐真委员他当时提了一个方案 其实是当选门槛加1票 那这个部分就表示说 你当选一定要比当时支持你 让你当选的人多 然后再去把它给处理 再去把它给罢名掉 那说实话 就是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部分是很合理的 很合逻辑啊 对之前民进党 他们也有很多委员 提到这个概念 那只是说因为现在 接下来这个会期 就说是不是能够顺利去沟通 因为也许民进党里面 现在他们也在做一些摇摆 也在调整 那到底会怎么样 我在想说 因为这都是 那个修法的时候 都是大家以后会碰到 一体适用 合理最重要 对 那上一届的 上个会期的时候 我们当时提出来 事实上是跟民众党这边 也在沟通 那当时沟通的状态 在这一块还没有完全沟通 达成共识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 支持民众党的版本 就是先把联署的部分 把它完善起来 对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修法就是一步一步来 那旭真委员他提到状态 就是罢名门槛 必须要当选票数加1票 那每个地方当选票数不一样 比方说像我们可能 30几%都当选 那有些县市 可能要50%当选 那情况就不太一样 那用当选门槛来加一票 当做他的罢免门槛 我觉得理论上来说 我觉得其实还挺合理的 而且这个部分 其实是每个从政的人 以后都会碰到 一体适用的问题 那我觉得合理的立法 以后才会 不会因为不同阵营的 解读而有所不同 对所以我倒觉得 这一次这个法案的时候 就是再试着推 然后再看 在立法院里面 大家怎么样子来做讨论 我最近问了一些 这个民众法的委员 他们是乐见其成 但他们没办法主动提 因为毕竟牵涉到两个点 一个是黄国昌当年 25%是他的政策 他自己提高很不方便 第二个就是 其实之前坦白讲 反对的是柯文哲 但目前柯文哲 已经没办法行使主席的权责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便就回归到党团自主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团是有沟通的空间 所以我也觉得 我以为可以回去 这个跟党团讨论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意见也提出来 因为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硬要把25%门槛 比如赶40%或什么 这种叫一门槛 显著自肥 但是如果加一它是软门槛 你有能力 这个是你创造的票 你没能力 比如说议员选举好 议员选举绝对没有 10% 15%就当选 那25%就帮他保了一个底 但他就没有当到门槛 所以他就一样25% 他就还是有很大的罢免风险 可是到了立委选举 所以每个选举要太不一样 但是他没有一个 很直白的硬规定在那边 他是个软性 你说他几%到底几% 没人知道你到底几% 要不然12卡都 平均每个人分到8%就当选 对不对 他就不受这个门槛受惠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 保障我们的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 没错 现在这个罢免真的太夸张 而且现在只要没新闻就讲罢免 是啊 那我们其实没新闻就应该花更多时间 去发掘一些平常社会弱势的 民生议题需要时间酝酿 比如说电 为什么电大家谈到 每个人都很有想法 因为电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 我们缺电这件事情 或者说电费的问题 你看你可以追溯到 马英九时期的流电双涨 所以大家对这个电的议题 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用 所以不管年老年少 社会各界 大家都高度关注 这种民生议题就很好凝聚 可是有一些民生议题 它的凝聚率就不高 它就必须借着说 你最近行为比较淡 你就有一些机会 比如说像前阵子有一个议题 跟淡跟这个没关系 就是士兵打靶 爆头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至上什么 没消息的 这个算是军事议题 但其实它本质是社会议题 对那没消息 为什么 因为就被其他覆盖了 对不对 接下来这么多重大议题 就这四个事情就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吧 最后一点时间 就是来跟郑哥再最后请教 就是说 当然新的会期开始了 总预算的僵局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什么状况之下有可能改变 那如果一直僵下去 那这个应对抗 其实在野党也是有压力的 这不只是执政党压力 如何来应对这个压力 因为他们一定拿罢免来压 是的 这个预算案这问题 其实坦白说很大 所以事实上 如果没有错的话 现在立法院还在做协商 应该还在做协商 我认为今天很难有结果 很难很难 因为我觉得以目前民进党来讲 我觉得很怪 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说 上面的人应该要当好人 然后下面的人 就扮演黑脸的角色 上面扮白脸 下面扮黑脸 可是民进党现在是反的 他们上面是黑脸 超黑的 你知道吗 然后卓龙泰卡在中间 就说 因为卓龙泰事实上 他现在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我觉得跟大家当时 对他的理解 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赖清德给他指示 因为赖清德事实上就 就很硬嘛 然后他就扮大黑脸的角色 可是在后面 大家没看到 可是我们像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部会首长 其实都来沟通 包括袁明慧 那他们来沟通的时候 都觉得说 可以怎么样解决这预算问题 因为坦白说 预算问题要解决很简单的 你知道吗 像现在卡到这三个问题 比方说包括禁法补偿 对不对 说起来跟他们原本编的预算 才差14亿 对啊 这叫不多 你知道吗 他们有300亿的财政剩余 因为他们说200亿 因为他们下一个 变3.1兆 但我们的总增加 增加了4000亿 然后他才用掉3000多亿 3000亿不到 所以他还可以拿去 付债 还有200亿的财政剩余 然后其实他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有关于 比方说工粮补助的问题 说实话工粮补助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那个 陈部长 农业部陈部长 他就坚持在讲 然后讲说工粮补助是如何 不好不好不好的制度 等等 然后就说他提出了一个 很妙 这什么一级二转 三加三 就很像绕口令的一个 农业的一个政策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它给细算了之后 坦白说工粮补助 你以目前的数字算出来 也是十几亿而已 对 其实也没有很多 你知道吗 那当然就是 就是健保那个点数 0.95 这金额会稍微大一点点 可是他跟每一个国人 有关的问题 对 健保对大家多重要 对不对 那每个人家里 谁没有去看病的 对不对 所以健保是每个国人 都会用到的 虽然他金额稍微大一点 可是我要讲 明年民进党 他们本来送进来的预算 是增加2806亿 比前一年多 2806亿 净把补偿多个14亿 他挪不出来 然后工粮补助多个十几亿 他挪不出来 我就讲不过去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我都觉得 他们基层部会的人 都觉得这事情是可以解的 而且他们主动提出 几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可是感觉就是院长不同意 总统不同意 所以就没办法再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几次 在做这个预算的协商 然后吃和解饭 我都觉得 赖清德如果没有同意 这可解饭再吃一百遍 也没用 对啊 其实刚才现场叫卓荣泰院长 打给赖清德好了 对让他扩音出来 对啊 其实我现在都很怀疑 卓院长你是行政院总机一号吗 不是怀疑我确定 对对 对对 就到行政院说到底可不可以 卓院长每次太都是软软的 对对对 行行行 但他也不答应你 对 然后回头突然回来的脸就超黑的 就啥都不行 然后动不动就说我这是危险 我只是不忍心提负义 对 像这个说法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不忍心提负义 可是你没有依法去执行的时候 那你就于心何忍 对不对 老板说于心不忍嘛 那我想说你如果按照那个法律去执行 就OK了 可是你没有按照法律去做 那你这样某个部分你等于在 践踏我们原住民 那你于心何忍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某一个部分呢 就是 卓荣泰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某个部分他也想呈现他温暖的一面 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没有提负义 可是结果做出来的情况就更惨 你的仁慈就产生更大的一个毁灭 对啊 那我就肯定是他背后有人 对 给他更大的一个压力 没办法就这样去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